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主演的都市情感剧《骄阳伴我》则传来了好消息 根据腾讯视频发布的信息《骄阳伴我》不仅将在爱奇艺播出 还将在腾讯视频上映 双平台播出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肖战的号召力 梦中的那片海在播出后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不仅拯救了近三年该时段播出的剧收视率 还成为了全国黄金党收视第一 《骄阳》第二季度唯一收视突破二的电视剧 并破了腾讯热度2023年最高热度三万 这让人们不禁感叹肖战的热度和影响力 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讲述了 那一代年轻人在时代变革中追逐梦想和爱情的故事 肖春生作为故事的主角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道英雄的蜕变 也让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肖战的演技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让人们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而现在《骄阳伴我》将在双平台播出 这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部剧的表现 《骄阳伴我》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两位性格迥异的男女在相遇之后 相互扶持成长的故事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出入职场的年轻男子盛阳 与女主角白百合饰演的简兵相遇后展开了 所以说 即将双平台播出的《骄阳伴我》备受期待 因为小奶狗弟弟是恋爱是现代年轻人 非常喜欢的一种情感类型 这种恋爱方式强调的是年龄差异和心理成熟度 而不是传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肖战在剧中的角色形象也非常符合这种恋爱方式的审美 她的年轻 聪明 自信和勇气让人们感到非常有吸引力 其实 在肖战领衔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之后 人们更加认识到了她的演技和号召力 而在《骄阳伴我》中 肖战将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力 作为一位演员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貌和气质 还有着深厚的演技和专业的态度 她对于每个角色的理解和塑造都非常到位 让观众们看到了不同的角色形象 除了肖战的表现骄阳伴我 这部剧还有着其他值得期待的亮点 例如 该剧的剧情设置紧凑 有趣 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同时 剧组在制作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从服装 场景到音乐都非常精致 这些因素都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说到底 在影视市场中 优秀的作品往往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优势 演员的演技 剧情的紧凑 制作的精致等因素都缺一不可 骄阳伴我正式具备了这些优势